白色強人二 星期五大結局 這日舉行為盧宴搭席一班台前幕後 主演之一的唐詩詠 因為放大駕旅行中未有出席 對詩詠將會約滿效力多年的TVB 又可能轉以另一種方式合作 作為好兄弟的馬鳴 就說不是太清楚了 萬樂小姐最清楚 所以看看你知不知道他現在的近況是怎樣 不知道 有沒有說過他現在去哪裡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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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買些手信回來 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出席 為什麼叫他買些手信 可能你知道的東西比我們多 可能你知道的東西比我們多 其實可能樂小姐知道最多 你應該是問清楚樂小姐 你問阿Mo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就知道 你問一下 不過我不會說你知道 你問阿Mo說他比較欣賞 他就知道 詩詠那些舞台劇有沒有說一些給你知道 我曾經聽過他說有興趣做舞台劇 是這麼多 其他我就什麼都不知道 就什麼都不知道 白色強人二 自播出後一直好評如潮 所以收視也有很好的成績 而監製羅永賢 也在慰勞宴發言 開心因為劇集 而有更多人主動了解 結節性硬化症 以及多謝醫護的出力 結節性硬化症 會的幹事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白色強人的播出 緩醒了或者令到我們很多很多 港大的市民對於罕見病的認識多了 關注了 直接導致了他們爭取了很久的一個一站式的醫療中心 也是間接因為我們的戲 提醒了很多觀眾 令到他們知道這件事 令到他們更加加快了 還有我聽幹事的同事說 也是因為這樣而得到很快就會正式進行 我想在這裏說 其實收視故事不重要 我覺得好成績故事不重要 但是一個劇集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事 為社會做到一些事 有些所謂的良心 我覺得我今天跟我幾位主要的演員談的時候 大家都很興奮 我很興奮的是 我想他們會開心 我告訴他們 又收視有二十多點 又或者什麼 有些好好的成績 這件事我覺得是更加重要的 在這裏我代表我的演員 代表我的劇組 多謝所有的觀眾 而Mo就說 有信心劇組會獲得很多獎 我對我們的戲 整個演出 各個的表現都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應該會囊括獎項回來 應該 應該 很保守 很概括地 我覺得應該會獲得多少東西回來 獲得 雪 Studien 或者你呢 Mo用得 regulation 她也很誠意 那就有多少講多少 好 一言為定 sword 如果收視衝破到某個點 會否承諾給大家 再請吃飯 最好、最實際、最直接的請吃飯 劇情進入倒數階段 也越來越緊湊 尤其是郭駿安飾演的YT 和張希文飾演的Yan 本來已經預備結婚 怎知YT突然發現老生鬧 情況更一直變差 而在第29集的預告播出後 都令安仔說 很少只看預告都看到想哭 我在世衛那裡回來 然後下去那條樓梯看到你 因為說麻煩你幫我做這個手術 其實那一場我也很深刻 因為你走到樓梯的狀態 我已經一見到你走到樓梯 我已經忍不住了 實際上很差勁 為何會這麼病 然後還要硬撐著笑容 去為這個草案去做 很少我看Promo都想 想硬撕撕 Promo 拍攝的時候反而 我們會抓住一點 就是我會跟Yan說 你看看前面這個 你喜歡的這個男人 在他眼中他會覺得 你只是為了別人 你是為了你要救的人 但是你搞到你自己 看看變成怎樣 你回到來 即是他看到我的樣子 落了形那種 是很心痛 是入心那種很痛 看著他這樣是很痛 是的 好嗎